今天帶大家到沙田淮的必出口 走三分鐘去到博康村 博日樓後面有一條行人天橋 很奇怪 天橋 只是那條很短的馬路 而那個馬路只要是一個屋村裡面的馬路 這條天橋 為何要建造呢 建造來有什麼作用呢 希望大家去 探討一下 我也很奇怪 所以就拍片給大家看一下 上這條天橋 只是那條很短的馬路 是屋村裡面的馬路仔 我相信沒有人會用這條行人天橋 去到尾 窄是鎖住的 工作的部分 屋村裡面有溫宝 窄是屋村裡面的llers 屋村裡面有溫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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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